涉及環品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首先我要先说明 会启动一个环境影响评估 一定要先有一个开发单位 提出一个开发计划 那么才会有要不要 環品后续的这些程序 所以在环境影响评估法第六条 第七条它有规定 当一个开发计划 如果它的规模达到做环品的时候 那么这个开发单位 它就要在规划的时候 来办理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 那它必须要在跟它的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譬如说要盖学校 就是教育主管机关 盖旅馆就是旅馆的主管机关 跟它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来申请许可的时候呢 它就减负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书件 来申请 如果说这个环品的书件 没有经过审核通过的话 它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就是譬如说我刚刚讲的学校旅馆 它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就不能合发许可给它 那么这是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规定 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说一个开发案 在环品法上的规定 那它当然就是 你在进行环品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所在的区位 是不是可以满足 你来做这样一个开发行为 那像我们在都市计划的时候 就是说它的土地使用分区 是不是可以让它来 做这样一个开发行为 所以环境影响评估法 跟都市计划法 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程序 那开发案它一定都要满足 这两个不同的程序 它才能够去实践 它未来的整个这个开发行为 所以在这个法律上的规定来讲的话 环品跟都市计划 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它必须要同时都要满足 才能够去做开发 但是在实务上 环品的审查的时候呢 它的区位跟量体 事实上都对这个开发案 它可能对环境的影响 会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在都市计划地区里面的话 它其实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 这个开发案它所在的土地使用分区 然后它的当地的公共设施 然后它的容积建幣率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 要决定一个开发计划的一些基础要件 但这些事情呢 应该都是在都市计划审计的过程序当中 要来讨论的 所以我们台北市实务上来讲的话 就是先都市计然后都市计大概讨论出 有一个处警出来或者是有一个定案了 那么再来依环品法的程序来办理 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审议 它完全也并没有去排除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规定 那未来整个开发计划 如果有达到环品的要求 开发单位它一定还是要 依照环品的程序来走 这个是我第一点的报告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刚刚有这个民众列席的代表提出来 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整个计划来看 它认为有达到环品这个认定标准 园区的这个超过五公顷 要做环品的规定 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环品的认定标准的第四条 讲的园区呢 它其实在认定标准里面有讲 它所谓的园区指的是工业区 科学园区 环保科技园区 或者是可以让人家来进度盖工厂的 这个才叫园区 那这个案子基本上它并不是 所以我们即便它现阶段 我们不用去就是说 吓吓吓吓吓吓吓的这个程序 但初步看起来这个都市计划 未来它也不可能会有这个园区的这样子一个开发行为 那么这是第二点报告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 刚刚也有一些团体提出来说 为什么原来 原来当时在这个BOT开发案的时候有做环品 那个是因为这个BOT案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个开发单位 它提出了一个开发计划 那么这个开发计划的规模呢 达到要做环品呢 那按照实务上来讲 本来也是应该要先都计再环品 但是这个BOT的申请人 它想要节省时间 所以它同步来送这个 哦 妒计跟环品 但是这一个 它原来这个BOT的这个开发案 它事实上已经在 就是经过我们这个仲裁判断 它市政府已经取回土地 所以事实上这个案子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这个案子就是 回归我们一般的都市计划 跟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规定来办理 以上 我们下面请文化局说明一下 宿航上的电视